我們是不同意 剛才這位記者說我們去 暴打乘客或者市民這件事 我想很清晰我要說 其實剛才說了 就是當日我們不能去 單憑剛才片段 或者大家現在說的個別的片段 去斷定當刻其實發生的所有事情 我想我們要先看看 就是那一刻發生那件事情 的前因和後果 我想其實大家都知道 當日其實由旺角的港鐵 發生一些暴徒在打爛一些港鐵的設施 到了部分的暴徒上了旺角的港鐵 向太子方向期間 亦都在港鐵上高 跟其他的市民作出一些互相的打鬥 警方就是正正認市民和港鐵的要求 進入港鐵的港鐵站月台 去處理這些暴力的破壞事件 所以警方其實當刻去到港鐵的時候 我們主要針對的對象是一些違法的人士 大家也可以在不同的片段 看回很多市民也都可以自然地離開港鐵站 沒有受到警方任何去截停或者去查問 為什麼我們的同事會去某一些車卡處理呢 就是因為當時在4號月台的列車的某一些車卡裡面 他們看到一些遮陣和一些對抗的行為 所以他們根據他們聽到或者看到 以及自己的觀察 作出了一個決定 就是認為那幫人是一些他要去處理或者介入的人 期間也都那幫人在我們的同事 入與出車間 車廂之間 其實是用一些硬物和傘 作出一些對抗的行為 作出一堆的行為 如果讓你的屁股設計的話 你會放在這裡 在屁股上 你會放在這台上 儘管嗎 你會放在這台上 那麼既散